12号晚韩国19所医学院的教授召开紧急会议 以讨论确定3月15号之前是否集体提交其成 韩国医生罢工风波此事延少 但韩国政府的立场仍然强硬 不肯修改医学院明年招扩的2000人的目标 与此同时包括首尔大学、尹氏大学等 韩国当地19所医学院的430名教授 于12号晚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决定成立全国医学院教授紧急对策委员会 并在3月15号之前确定是否集体辞职 在之前的11号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已决定 如果政府不拿出合理方案 他们将会于3月18号一起开始一同的提交事程 每个人都会提供到1个人都会提供到1个人都会提供到1个人都会提供了